哈喽大家欢迎来到明明实验室 今天我们来拆上一款云霞飞车 这是一款非常有意思的玩具 云霞飞车 这又要组装好久了 这感觉比上次那个动力瘦还更难组装 这是说明书 我组装 我去 也花一两个小时组装 先把这两个底座合比在一起 这有两个卡扣 底座做好了 哎 有炸了 您做好一个小配件 好了 我们在这个上面剪三段 55毫米长的这个塑料棒 这里有尺 然后插进这里面去 做好了 看到整个连着蒙了 比上大的机械瘦还难 我们组装一下这个升降台 扎实的 然后把这个螺旋片放进去 然后再插入上面这个旋转轴 然后再把这个固定圈放进去 然后盖上这个盖子 好了这个升降台基本上做好了 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个旋转臂 组装到这个铁抱里面去 这装好了一边 我发现有些主要装错了 它这个是有区别的 这个是带圆圈的 这个不带圆圈的 这个不带圆圈来装这个架子 把这个分别插在这上面 好了这个基本的模型已经组装好了 哇随身便便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 好了我们现在就是布这个轨道 这个是轨道 哇这轨道有点难铺啊 感觉这个真的是会多年一个人重手能力啊 然后再量两根这个长大约26厘米的轨道 然后切两根一米米五的轨道 我去感觉短掉了 好等下我们再补吧 好了基本上完成了 就这两根要接接到一起了 它送了这个连接棒 哇大功告成啊 现在这个云霄飞车已经组装好了 好了我们现在玩一下这个云霄飞车 它这里送了一个电池 这个电池现在少见了 这个应该90电载能用的多 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充电电筒的时候 都是用这种电池啊 这掉出来了 我先试一下 看哪哪地方没接好 这个地方也会掉出来了 这个弯道歪了 现在终于两边都成功了 我们现在打开开关 放掉去 哦 你看这柱子什么 一直 哦哦哦卡住了 卡住了 这一个边没问题啊 就是到这个地方 它就冲不过去了 估计是刚刚这里接缝啊 有这个接缝就有这个摩擦力啊 我现在把这个弯道给去掉 好了我现在把这个弯道给去了 好了我现在把这个弯道给去了 现在就感觉比较简单了 你看就比较简单了 就比较简单了 哇终于这个这个应该成功了 你看 弄了几个都没问题啊 真的好难调试啊 这个视频组装了我两个多小时 然后调试估计调了有将近一个小时 你看 应该没问题啊 对 然后看一下这边啊 这边也没问题 哇哦 有一颗珠子不按套路出来了 好了这个云霄飞车终于组装好了 具体花了多少时间我也不清楚啊 三个小时是肯定是有的 我感觉四个小时都有可能 最主要是刚调试调试真的特别难 这个价钱是49块钱 还有更高级的更好玩 但组装难度更加大 好了今天这个云霄飞车就测评 试玩到这里了 好了如果大家喜欢到 多多听众高点赞 好了拜拜